大家都知道社保很重要 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比较想找能够帮员工交五险一金的公司 那么如果公司每月多给你三千元 不给你交五险一金 你愿意去这个公司上班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每个月多给三千元 不交五险一金 很多人都还是愿意接受的 如果我们每个月工资是五千 现在多给三千 就变成了八千 那么即使不帮交社保 应该也会有很多人乐意的 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工资就才三千元的人们了 一下子就翻倍变成了六千元了 不过在实际情况中 公司给我们交的五险一金 在成本上根本达不到三千元 还不如这拿到手上实实在在的三千元 有些人为了以后老的时候的生活保障 为个人去交养老保险 选择交五险中的几个 还有几个就不交了 这样也能省下一些钱 既有养老保障又能拿到更多的钱 这种灵活参保的方式 对于人们来说还是非常合算的 但是相对来说 企业将要给职员缴纳社保的费用付给员工 让员工自己选择缴纳社保 就会有很多员工选择不交 让自己的收入能够有所增加 减轻生活的压力 那么就会降低了自己的保障水平 等老了还没有养老金 就要由子女来抚养了 到时候生活的压力就转移到了子女的身上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那么大家觉得交不交社保好呢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